了起来,无论男女那一个个的发起微薄来,没有几个不是皮肤白嫩光滑的,可真见到本人了,那叫一个天差地别呀。 但是,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用辟图来照亮自己,赵丽颖就是其中之一。 天生励志的赵丽颖不喜欢辟图,也不用辟图,为的就是给大家留下一个真实的自己。 没有那个姑娘不喜欢美丽和漂亮,说到这里,就不得不提一下网络上那些因为辟图而露线的人了。 范冰冰本来人就很美了,可是还要美上加美,这不连门框都修歪了还在沾沾自喜呢。 再来看看林允这细长的美腿,然而另外一张就有点不这么细长了呀。 是的,把图修一修确实很美,这也是明星们在内心想要给大家展示最美的一面,这本身是一个好的想法,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纠结于这些了。 相对于这些喜欢辟图,而不在乎辟图的赵丽颖是什么样子呢? 先来一张赵丽颖买菜图吧,可能是在有顶棚的菜市场里面,光线不是太好,看起来暗暗的,不过看到有人给自己拍照,连忙摆个表情,有点傻呀,哈哈。 休息中的赵丽颖在这一趟,很悠闲的样子,不过看着拍照的人,好像在说来,拍吧。 锻炼中的赵丽颖是这样的,和旁边的教练相比,你觉得怎么样?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,这样看来,赵丽颖的颜值还是很高的嘛,不辟图也是很励志的。